上面那总共的话有八段影片 那我大概就是把那个重点回顾一下 然后里面的话包含就是说 如果你要分割那个工作表的话 除了说可以用筛选 Excel里面的筛选功能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用那个Excel里面的 枢纽分析表做分割资料的动作 也就是说你如果用枢纽分析表 把比如说像业务人员 比如说你就插入一个枢纽分析表 然后拖拉的话就拖拉业务人员 在立业部分 然后持部分也是业务人员的话 他其实会帮你做什么 做移属重复 其实就是做群组 然后算出总价好像持 把统计他的业绩的话 那最后的话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点两下 在那个枢纽分析表上 他会自动把某一个 每一个那个业务人员的资料 独立出产生一个工作表 这个动作的话其实就是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做那个所谓的分割资料的动作 OK 这部分的话当然云端上 我有把那个程式放在上面 你们给你参考一下 那这个也是做那个分割资料的方式之一 如果你不用那个筛选方法的话 那这个方法其实我觉得倒也蛮好的 因为他程式非常短量 好像程式就可以了 你只要产生一个枢纽分析表 甚至枢纽分析表 你也可以利用那个VBA 或者用录制聚集 产生之后 然后再做分割资料 那这个部分的话 在云端白板里面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单元05里面 你可以找一下 这边有枢纽分析表 这个 其实就是我上个礼拜讲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把它做筛选 这个做枢纽分析表 那列标签跟它的业绩 OK 其实也可以录制聚集 录制聚集大概改几个地方 我把它做标注一下 那其实改完之后呢 它也可以做出我们要的效果 不过相对起来 这个难度是比较高 但是它其实还蛮方便的 因为如果你会经常用到枢纽分析表 那可以再上一层楼的话 可以把枢纽分析表再变成VBA 那也就是以后 你根本不需要每次都还要再做一次 手动的方式产生枢纽分析表 它也可以自动产生这个自动 产生枢纽分析表 然后自动去做分割的部分 细节部分我想 如果有些地方 假如你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 分割的方法其实就两行 那跑个回圈 看你有几个业务人员 它就自动全部帮你做分割资料 那个是上个礼拜 我提到有数纽分析表 做分割的动作 那再来就是从云端更新资料 比如说如果我今天把资料放在云端上面 然后提供给那个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假设说要有共同的资料 像这边资料如果来源 每个人的资料 如果每天在使用的时候 如果没有同步的话 变成说我更新我的 你更新你的 那最后如果要做统整 那个人就很头痛了 那照做怎么办 到底是你更新的跟我的更新 我要比对一下 然后最后凑在那怎么办呢 最好是什么 如果它在使用之前 可以怎么样 按一下更新资料 那这个资料来源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资料先放在云端上面 也就是说我们假设我把资料放在云端上面 然后不过上传的时候记得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我的某一个资料夹里面 然后可以把它记得 丢上去之前的设定的地方 记得要这个一定要打勾 因为如果你没有打勾的话 他没办法帮你产生那个Google的试算表 你通过Google试算表 然后产生什么 产生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那个 Google试算表才可以做分割 我放在TEMP底下 TEMP底下我这边好像有 放哪里 我把它发布了 反正就这个地方 如果说我今天 类似这样 如果丢上去的话 他会用Google试算表 如果你要把资料提供给Sale去做同步的话 记得这边有一个所谓的发布到网路功能 发布的话 你可以这个工作表 把它发布成什么呢 其实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网页的方法 一个是用CSV的方法 不过上个礼拜我们做过两个方法我们都有实做过 那网页跟那个分割成CSV 最后其实用CSV相对比较OK 为什么 因为如果呢 你假设你用网页的话 它跟进速度其实会比较慢 那你发布之后的话 它会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 比如说发布成网页 按确定 它会自动产生一个网址 那这个网址的话将来 我们可以按右键前往一下 其实这个网址呢 就是将来在网路上就是一个网页 那你透过这个网页可以做更新 或者是说另外一个你可以把它变成CSV 那但是CSV呢 如果变成CSV的话 那将来呢 前往之后呢 它会下载成一个CSV档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CSV档接到 或者是把这个网页做接到的话 那你可以发现就可以更新我们的 这个 我们的CSV档 比如说我把那个上礼拜的更新部分 那更新的部分其实就是把旧的资料清空 然后再从刚刚那个网址把它倒到这边来 就按更新资料 有没有清空资料 然后再把资料呢 从网路上把它捞下来 捞下来的话呢 其实主要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我们在这个插入里面 有一个功能叫从web 那如果你从网页的话 它下来了 OK 理论上上面有的资料 我们就更新过来 把它三成就一千笔吧 那主要是利用什么 利用资料里面的这个从web功能 不过如果你用过之后 它会变灰色的 这是正常的 OK 从web 但是它的缺点 是速度相对比较慢 后来我有教各位另外一个方法 CSV 那CSV的话呢 差别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发布的时候呢 就是把它发布成CSV 它产生的网址 其实把它移到最后面 其实最大的差别是 后面这个好像是等于CSV 跟另外一个那个什么呢 网址的话 网页的话 它最后好像 那个最后的网址 好像是等于什么 等于等于处 好像是差别在这里 等于处好像是网页 等于CSV 就是下载成CSV 那我们一样 主要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Excel 如果你要接它的话 那可以用什么 那个资料里面的从文字档 OK 那就把那个CSV的那个网址 放到从文字档 录影下 录据起 录下来之后做变更 那其他好处 细节 我上次也要讲过 这个我们来demo一下 一样清空这个资料 然后呢 把资料呢 从那个网路上下载 不过它会出现这个 更新速度相对会比较快 所以未来呢 如果你想要跟别人同步资料的话 也就是说呢 如果等于你每一个人都使用共同的资料 那每一次 我是建议呢 你可以用什么 更新成CSV这个选项 那方法的话呢 特别是要 一一先把它上传到那个Google 这个是 记得要转换 然后再做那个后面的动作 细节部分 如果有问题的话 因为上个礼拜还讲过了 所以请各位自己再把 上个礼拜这个地方 录制 然后发布 然后并且修改程式部分 稍微再把它看一下 另外的话我们有补充了一个台北市的公有零售市场 这个是台北市政府它的开放资料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拿这个资料做什么 做会录到我们的Excel里面的话 上面刚刚讲我们这边可以录了一个程式 其实主要是利用什么 也是利用CSV这个动作 然后给他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的话是从那个台北市政府提供的这个网址 把它贴过来 他就可以从那个台北市政府自动帮我把资料给下载下来 这边把他把这个清空一下 然后其实demo你都会看一下 其实就把上个礼拜的东西把它下载 其实这底下那些都录制的 比较可能要注意的就两个地方 一个是你的那个什么呢 这个CSV的编码方式 OK怎么知道他的编码方式是什么 我好像有讲过 你可以下载那个CSV档 然后并且怎么样 并且把它开起来 这个CSV档 记得按右键用什么 用那个编辑或者用记事本来开起来 那你只要按印存新档 你就可以知道他的编码方式是什么 有没有这个是UTF8 那UTF8他的好像Pattern Phone好像65001吧 如果是ANSi的话就950 反正基本上 目前看到应该99%会是这两个 应该不会有其他的 除非你会用到像其他语气 日文或者韩文等等 不过目前如果你没有用那些的话 大致上就改这个地方 所以程式里面的话 大概就是改这个Pattern Phone 这个950的话就是如果它是ANSi 就Big5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哪些栏 这一个就是Array 有个阵列 这个阵列里面如果1的话就是要资料 如果9的话就是不要 不要就不显示那个栏位 OK 里面总共假设我们有五个栏位的话 我通通都要那我可以什么 通通都1 所以五个栏位 那如果我把它执行的话 1跟9 这个好像我改过的 云端上也有了 你们可以自己再把那个复习 这个我全部都不让它显示好 所以如果1 1 1 全部都1 不要的话就9 把它执行一下 那如果把它执行过的话 理论上应该它又会从那个什么 台北市政府的那个官网上面 帮我把资料直接就下载到这边 所以我这边执行这个 执行它 OK 那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那个行情 有没有就马上下 1到 这个 第1栏到第5栏的资料呢 就全部下载下 主要上礼拜就是讲这些了 主要是从 如果跟那个云端硬碟做同 不另外的话有补充一个就是 怎么样去抓取那个所谓的那个台北市 公有零售市场行情 或者你也可以Google这个关键字 它在open data这边也有 主要是这个 OK 其他的网 这个 还下面这个网址 OK 反正你们再找一下 OK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接着继续再来看就是第 所以待会请各位再看一下第6个单元 那下载资料我们上一边有讲到有关下载那个台银外汇 那另外的话今天最后呢我们再把第6个单元里面的第4个小单元稍微讲一下 有关那个假设我今天要下载的是雅护股市的资料的话 那我想应该雅护股市资料应该大家都不陌生了所以你们可以从那个雅护股市里面去去找一点资料 比如说雅护股市 那当然雅护股市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如果我要把雅护股市假设你们搜寻一下或到雅护官网 这个雅护官网里面的那个 你们可以到首页里面好像这边也有一个什么 首页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股市 或者你可以从这边进也可以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希望把雅护股市里面的什么资料抓下来呢 我希望把雅护股市点击进来 里面的什么呢当日行情 当日行情里面的水泥类股 假设我今天呢希望把水泥类股这个资料呢 帮我抓取到哪里呢 抓取到Excel 假设我们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如果要抓取的话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资料 里面有个从Web 我上连来讲过 如果说你要抓取那个雅护股市的资料 你可以从Web 那从Web呢因为他主要是帮你抓这个表格 因为他刚好是一个表格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 找这个表格帮我把它贿赂到哪里呢 贿赂到Excel 不过我之前本来好像用这个方法 其实也就OK的 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Yahoo他知道每个人都这样做 而且Excel里面 这个方法很方便 所以他就做一些阻挡的动作 所以我如果要把那个水泥类股 把它找到当日行情里面的水泥类股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贿赂到Excel里面的话 我就把那个网址 资料从Web倒一下 那因为他是一个表格 这里面有Java这个错 按4就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里面会有一个表格 哪一个表格呢 下面这个表格 如果要贿赂的话 那你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表格部分把它打勾 然后贿赂到Excel 但是以前都OK的 但后来同学就发现一个问题 贿赂的资料 他的那个什么呢 南卫名声全部都乱好了 OK 而且改了很多地方 好像都没办法完成 你们可以 大家可以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把那个上个礼拜 我们的那个重点稍微做个回顾 那另外的话 今天呢 会把那个从网路上 抓取资料部分 做一个结束之后 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再来看有关 就是如何把工作表 分割成工作部 或者是把多个工作部 再合并回一个工作 一个工作部 就是很多个Excel的档案 你可以工作表 把它变成Excel的档案 或者再把以色尔档 再把它恢复成 很多个以色尔档 合并成一个这个以色尔档 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待会我们再来看 那请各位试着把那个 先试着连到那个 雅富股市的那个水泥类股 试着下载看看好了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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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